首先我们要讲讲信药小团体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种说法 信药小团体是由上世纪20世纪在南美洲发展 从开始跟着发展 然后传到亚洲和其他地方 欧洲 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一部分是对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 教会一开始就是信药小团体 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十二位门徒 他们是住在一起的 不过那时候教会还未形成 我们知道主耶稣復活升天 圣人降临 五旬节的经验 教会开始承认了 不过那时候我们知道 实际上那时候的教会是非常松散的 是一些个别的小团体 就是团聚蜜蜜柄 这些场地一定是在家里进行的 实际上初期的教友也会去犹太人会堂里面 初期的基督徒 应该全部都是犹太教徒来的 所以在家里面团聚蜜柄 这一间家里不可能是几千人 没有那么大一间的家里 所以我们想象 虽然我们没有一些实际的记录 但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的团体不会太大 可能最多比如说几十人 可能几百人 因为是一些所谓家庭教会来的 感谢观看